《红楼梦》是我国古典四名著之一,而且因其内容中包含许多道理,在四大名著里又被排在了首位,仔细研读《红楼梦》,就不难发现,它不仅是一本趣味性的小说,更是一个微型的小社会,宁国府中有一个下人名叫焦大,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中指出场一次,却令人印象深刻,它醉酒之后大骂主子们,爬灰的爬灰,杨小叔子的杨小叔子, 柳香莲也曾评价过宁国府门口的石狮子是干净的,而这其实是一句凡语,因为只有宁国府门口的石狮子是干净的,那么宁国府到底有多脏,从宁国府的掌权人贾珍做的三件丑事就可以看出来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,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其中的故事,贾珍做的第一件丑事就是与儿媳秦可卿偷情, 这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,亦是伦理法度所不允许的,《红楼梦》原著中无论是直接描述秦可卿的外貌,还是通过第三人的角度来看秦可卿,都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性格温柔又长得十分好看的女子, 有一次张道士上门,贾母就当着众人的面,公开了自己选媳妇的标准,就是那家子穷,不过也是帮几两银子就完了,要模样性格难得好的,也正是因为如此,出身不高的秦可卿,凭借自己的模样和性格,嫁给了贾珍的儿子贾荣, 《红楼梦》中对于贾珍与儿媳偷情,她没有直接讲出来,但是从一些事情中却可以看出来,比如贾珍在秦可卿葬礼上的表现,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公共对儿媳妇正常的关心范畴,当时宁国府经济已经了问题,但贾珍为了抬高秦可卿的身份,给儿子贾荣买了个龙进位的官线, 仅这一项,贾珍就花费了一千二百两银子,来吊艳的宾客,也可以体现贾珍对于秦可卿的重视程度,而媳妇的葬礼上,作为公共的贾珍,几乎请来了自己所有的朋友和同僚,秦可卿停龄的时间为七七四十九天,贾珍还在天香楼设谈,请了九十九位全真道士和五十位僧人做法士,还有一点也可以体现贾珍对秦可卿的重视, 最初宁国府给秦可卿准备的是沙漠版棺材,贾珍觉得不满意,后来薛盘告诉贾珍,自己店里有一幅万年不坏的强木棺材,这幅棺材可不一般,书中说是忠义亲王老千岁要的,后来因为忠义亲王坏了事,就不曾拿去,贾珍迫不及待的让人把棺材抬了过来,看到棺材之后贾珍非常满意,这个时候贾珍劝道,此物恐非常人可想, 练以上等棺木也就是了,很明显,就连荣国府的人都觉得秦可卿的葬礼已经超出规格,但贾珍依然我行我素,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贾珍对于秦可卿的感情并不单纯, 秦可卿去世之后,贾珍痛哭流涕的反应比秦可卿的丈夫贾荣还要激烈,想必贾珍对于秦可卿也是有几分真感情的, 只是这样一份感情为世人所不认同,毕竟公公和儿媳妇偷情,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见不得人的丑闻,秦可卿去世没多久, 之后贾珍又与尤三姐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,色欲熏心的贾珍将宁国府搞得乌烟瘴气, 贾珍的好色在宁国府和荣国府是出了名的,除了对字的儿媳妇下手之外, 连妻子的妹妹也没放过,游二姐和游三姐是贾珍的妻子,又是继母的女儿, 至于游三姐到底与贾珍有没有爱美之情,一直是比较有争议的问题, 正所谓细节见真章,判断两个人的关系还得从一些小事上来看, 先来看游三姐平时的生活是怎样的,《红楼梦》书中是这样记载的, 天天挑剑穿吃,打了银的,又要金的,吃的肥鹅,又在肥亚。 从这几十个字至少能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, 游三姐在宁国府的生活很好,游三姐投奔游氏, 两个人还不是亲姐妹,隔着肚皮再加上寄人篱下, 正常的情况下游三姐应该非常的低调, 《红楼梦》中已经多次提到,游氏的性格十分软弱,又是个聚嘴葫芦, 自然不可能长家,游三姐的生活为何会那么好呢? 除非背后有人撑腰,宁国府真正的当家人, 正是贾珍本人,也就是说,有了贾珍的默许游三姐才能要金子要银子, 吃鸡宰鹅挑挑拣拣,这已经明显超出了姐夫和小姨子的关系。 从秦可卿的葬礼就可以看出, 贾珍这个人比较好面子, 自己的女人即便是死后也得大操大办, 更何况还是一个大活人, 《红楼梦》中还有经典的桥段, 就是游三姐和贾珍贾脸喝酒的场面, 这段场面可谓是活色生香, 原著中是这么写的, 游三姐松松挽着头发, 大红凹子半眼半开, 古代女子无论什么样的出身背景都十分重规矩, 尤其是在男性面前, 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懂道德的女子。 之后, 作者在书中又提到, 据真脸凭据, 所见过上下贵贱若干女子, 皆为由此绰约风流者。 作者用苏玛如醉四个字形容二人当时的情况, 先不说贾脸, 作为色中恶鬼的贾珍, 又怎么可以放过这样一个自己眼中的人间有物, 古代未婚的女子是绝对做不出这事, 除非是已经通晓人世的少妇。 果不其然, 书中又继续写道, 贾珍回去之后不敢轻易再来, 由三姐巧命小四来请, 才敢去坐一会儿, 而这坐一会儿是坐多久, 自然只有当事人知道, 这些细节透露出来一个重要信息, 贾珍与由三姐不清不楚, 与儿媳妇偷情又染指小椅子, 宁国府除了门口的石狮子以外, 确实也没有干净的地方。 然而, 贾珍做的丑事远远不止上面两件, 贾珍不是《红楼梦》中最主要的角色, 因此她的戏份并不算很多, 但在这为数不多的戏份中, 贾珍却总是会牵扯各种花边新闻, 让人浮想连天。 除了与女子不清不楚之外, 贾珍可谓是男女通吃, 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五回交代了一件事, 服似贾珍的两个小丝十六七岁, 打扮得粉装玉琢, 贾母选儿媳孙系的标准, 虽然不论出身, 但先得样貌过关, 贾珍垂涎于秦可卿的美貌说明, 贾府众人都是严控, 古代大户人家鸾同是十分常见的事情, 贾珍与贾强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, 对于亲儿子贾荣, 贾珍是横竖都看不顺眼, 动不动就对儿子非打击骂, 在下人面前贾珍也丝毫不给他留面子, 然而贾珍对于宁府之中正派玄孙, 也就是父母早亡的贾强, 态度却完全不一样, 《红楼梦》中写道贾强的外貌, 比贾荣生的还风流俊俏, 兄弟二人长相共处, 《红楼梦》中第六回还描述贾荣是面目清秀, 身材妖娇的男子, 第一次去大观园的刘姥姥看到贾荣之后, 一时间也是修的做也不是, 战也不是, 放在今天的话, 贾荣绝对是可以靠脸吃饭的流量当哄小生, 贾强比贾荣还要风流俊俏, 可想而知其样貌有多出色, 而他从小一直跟在贾珍身边的, 贾珍连自己儿子的教育都不重视, 却一直将让美少年贾强待在身边, 对他的态度的态度比对贾荣的态度更好, 要说这中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, 估计贾珍自己都不相信, 总的来说, 贾珍作为《红楼梦》中的配角, 他做的这三件丑事足以证明宁国府比外人想象的还要脏,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宁国府衰落的原因, 就是因为子孙不争气, 不将心思都放在正式上, 鸾筒、赌钱、乱搞男女关系, 最终宁国府被抄家也算是咎由自取, 不过江南世人出现在唐朝政权体制内并不是开始于贞观时期, 唐高宗李渊执政时期就存在了, 而那是江南文人基本所做的工作, 活跃的范围皆在修传史书, 充实文化, 唐高宗时期编撰史书之人大约有九个来自江南, 而唐太宗吸收的这类学者大约有七人, 可见江南人士在这一方面人数占比的比例有多么大, 总体来说, 李世民几乎延续了其父对江南世人的态度, 既给了江南世子上升的渠道, 又给了他们政治上活跃的空间, 但是却大多数都不掌握实权, 文学领域才是他们参与政治的重要区域, 无心插溜溜成烟, 唐太宗李世民对江南世人的态度, 虽然不如隋阳帝阳广重视, 但无形中却促进了唐朝历史文化的发展, 也促进了东南文人集团的出现, 回看唐朝的前期的历史发展, 如果说李渊执政时期对南方的治理政策, 基本都处于探索业研究阶段, 那么唐太宗执政时期就处于高度发展阶段, 而唐高宗历史和武则天时期则处于成熟期, 唐高宗、武则天时期、唐朝的疆域版图, 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基本都达到了一个巅峰, 同时也相对稳定, 唐朝周边的政权虽然蠢蠢欲动对其有影响, 但唐朝基本都处于优势状态, 影响不到君王对天下的统治和管理, 为了保障国家社会安定, 民众安居乐业, 也为了进一步促进南方与北方的融合, 唐高宗和武则天执政后不断加强中央政府对南方的治理和管控, 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平定南方的叛乱, 上述提到隋阳帝任职江南期间, 大量使用江南世人, 使得大部分江南文人归心, 这也就导致了一个问题, 隋末发生暴乱后, 虽然唐朝统一了天下, 但却没有做到真正的天下归心, 从某个角度来说, 唐高宗、武则天时期的南方判断, 更像是隋末农民起义的一种延续, 而这样的现象在唐高祖时期就存在, 比如武德七年南方就曾发生叛乱, 当时李渊派兵快速镇压了这一场动乱, 稳固了唐朝对南方的统治, 也标志着唐朝对南北统一的完成, 可是江域上的统一并不代表天下归心, 南方小范围的动荡依然存在, 唐太宗打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盛世, 但即使如此, 南方依然存在盗贼劫掠, 将路不清的问题, 而这些政治上的问题多为隋末战乱的势力残留, 就与明朝早起的海患一样, 张世成, 方国珍残于分子割去海外, 贞观二十二年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暴乱, 唐高宗时期又出现了陈硕真叛乱, 这些大大小小的叛乱都代表着唐朝虽然拥有了 江南, 却也没有真正统治江南, 或许这也是李世民不重用江南世人的因素之一吧, 除此之外, 高宗里至执政时期, 穷州地区还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起义叛变, 甚至于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徐敬业谋反, 也是在江南世人支持的基础上发起的。